中国历史上要讲皇帝 必然就要讲到后宫 这个并不完全是我们都爱听风花雪月 主要是因为皇帝的感情世界 跟他的政治生活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根据历史档案 乾隆的后宫当中 他一共有三个皇后 那么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结发妻子 第一任皇后 孝贤皇后傅察氏 根据历史资料 傅察氏出身名门 傅察氏满洲八大姓之一 雍正那个时候已经把乾隆预定为未来的皇帝 所以给乾隆选福晋 实际上就是给大清帝国未来选皇后 雍正当然是要煞费苦心 除了出身名门 还要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漂亮 傅察氏长什么样呢 今天故宫当中保留着一幅西洋画师郎士宁画的油画大象 傅察氏面庞清秀 皮肤白皙 五官端正 虽然算不上是清国清城 但是也可以称得上很漂亮 这个皇后神态温婉 虽然贵为皇后 但是毫无娇臣之气 看得出这个人有着很好的风度 那么我们今天说 丈夫喜爱自己的妻子 很正常 因为今天是一夫一妻子 但是在过去 皇帝后宫粉带翻千人 是吧 历朝历代 很少有皇帝跟皇后一直做到间谍清身 那么乾隆跟傅察氏感情一直非常好 那么傅察除了出身名门 面容娇好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吸引乾隆呢 这个傅察氏非常聪明 非常贤惠 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 记载 傅察氏虽然是出身名门 但是从来不在自己的脸上金庚细作 也很厌恶什么金银珠宝之类的恶俗的装饰 他当了十三年皇后 每天都是素面朝天 用青石稿的话来讲 就是以通草融花为式 不欲猪脆 就是说 有的时候带一点天然的花草 但是不带什么珍珠翡翠 漂亮对男人的吸引是一时的 性格对男人的征服才是永久的 傅察氏这个人 既有精明的一面 又有天真的一面 既有温柔的一面 又有开朗的一面 那么当乾隆忙于政务的时候 傅察氏就用自己的精明 把这个后宫管理的井井有条 让乾隆不分心 那么当乾隆在工作中 遇到什么不顺利的时候 傅察氏就如同一朵节语花一样 马上能感觉到乾隆情绪的变化 轻声细语的跟乾隆聊天 让乾隆的情绪得到缓解 当乾隆工作累了 想要放松一下的时候 傅察氏又能陪着乾隆 在围场上纵马吃场 一玩就是一整天 有一年乾隆带着傅察氏 在避暑山庄打猎 皇帝无意中跟傅察氏聊天 说咱们满足祖先 当年在关外艰难创业 对吧 袖子边上用路尾巴的毛 圆个边 就算是很好的装饰了 那么皇帝无意中 说了这样一句话 傅察氏却记在心里 回到北京之后 就特意叫人找了一块路尾绒毛 做了一个路尾毛 圆边的一个小荷宝 送给乾隆 意思是咱们夫妇要共同勉励 永保满足这个简朴的本色 乾隆一看很高兴 终身佩戴在身边